六創意健康店 是一間最多元化選擇的健康店 提供二千多種不同種類的健康食品和飲品 環保家居及個人用品健康產品 營養補充劑一系列健康舒適等等 六創意健康店 電話28824848 網址3w.healthshop.com.hk 歡迎收聽圓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Della 今天會繼續和袁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醫療資訊 和最新的發言 讓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樂的人生 Hello袁醫生,你好 Della好,大家好 今天和我們又說說一個很常見到的問題 但可能有些人也會覺得 這些人人也會有的 為何會當作是一個病去處理呢 這就是憤怒 很普通的情緒 每個人都會生氣 遇到一些問題的時候 但相對來說 我相信你和我們介紹這些療痴 情況不像一般我們所說的 被人生氣,生氣一會 而是很持續性的 或是很少的問題 令他去到一個不可收拾的地步 現在好像現代術語上 那些問題的人只會跳了按鈕 甚至會生氣,好像要攻擊別人的情況 即是苹怒的情緒控制不好 其實也有時候會闖獲 所以在同學療法 我們希望用多方面的症狀 尤其是情緒的症狀 去找這個療痣是很有用的 很多時候是這樣的 找療痣除了身體上的症狀 可能身體上的症狀 很普遍的 個緣都有的 只靠這個症狀找不到療痣 我就會看那種情緒的症狀 當然如果有些情緒有特別的出現問題 我也可以用療痣 去對付這種過度的情緒 包括憤怒在内 例如刚才说过,怒怒、憤怒的情绪,人人都会有 大人、小孩、老人家都会有 但在你临床上,可能因为身体出现了某种情况 可能有病征,令他一触即发,怒怒的怒怒的怒怒 他都会爆发出来 你们和医生会帮我们选择这个采访 需要处理,即是间歇性、敏诊、怒怒是正常的 中国人会遇到一些情境、威胁性、恐怕的情境 身体前有种反应,包括心跳蜜角快了 胃里有回跌飞的感觉 肌肉会立即拉起来 每个人都会遇到这些讨厌的情况 都会有不同程度的反应 当然有些人的愤怒是出于真正的问题 也有些人是假想的 有些问题不是什么特别 他就会叫一顿死 这些可能性格是这样 喜欢吵架的 这个是很讨厌的 遇到一些人是这样的性格 喜欢吵架又吵架 只会生气到死 也希望有些事情可以帮到他 当然这些情况有时出于食物的关系 吃很多刺激不良的食物 或者喝酒过多 或者做事做得太辛苦 令他很容易生气 脾气控制不了 在我们的酿法里面 当然有很多好的酿剂 跟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种是antimonium crudum antimonium crudum 这是一个剃的金属的混合物 antimonium crudum 这个症状通常病人是生气 很不安 又生气又不安 可能因为胃不舒服 导致他出现这个情况 很多时候antimonium crudum的人 有一个很重要的身体症状 就是那条里胎很厚 白里胎很厚 如果有时发现一个人 情绪也好 胃不舒服也好 脉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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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脉 所以生孩子是antimonium crudum的小孩 他们不喜欢被人看见 或者被人碰他 有时在诊所里面 有个小孩来 你想和他聊天看他 他自己拍了一点 很生气 这是antimonium crudum的精英 另外一次是antimonium crudum 又是新的 antimonium crudum 他人通常是很害羞 很不安 很没有安全感 经常觉得自己有些很严重的病 令他快要死亡 也可能因为财政的因素 财政的损失 令他很没有安全感 他人很紧张 很容易发生 如果你家里有一个这样的人 或者是认识一个人 你都希望可以用一些疗势 可以让他安定一点 他处理问题 即是走不了 但起码处理的能力可以改善 通常在这情况下 会用一个适当的疗势 帮助他平和他憤怒的情绪 好了 另外一只就是Anica Montana 生金车 但通常大家都知道 生金车通常常用在一些 创伤性、跌倒、撞雨等 这些情况 但如果遇到一个人 很疲惫、很不安 小小事都是 小小的动作 觉得他没有力气 也可能突然有遇到 遇到遇到 可以想到这个 可能因此而造成很忧虑、很害怕、很愤怒 这个也是Anica 好像语语不识 好像有很多人很愤怒 这些愤怒令他很生气 这些疗势就是生金车下Anica 另外一只就是Aura Metallicum Aura Metallicum 就是黄金 黄金的重心症状是深层次的情绪低落 有些自杀的情绪 当然情绪可能是很难讨好、很不安 小小事都令他很生气 但背后你会发现原来 他很有深层次的 有自杀倾向的情绪低落 你可以考虑这个了解Aura Metallicum 黄金 另外一只就是Bryonia Album Bryonia通常是因为不舒服 可能头痛、又头晕又头痛 他人口干干 所以令到他在身体不适之下 他人特别敏陈 很口渴、很干真真 这种是Bryonia Album 尤其是不想动 你不想跟他说 动他就很辛苦 一动他头痛都很厉害 这种情绪是Bryonia Album 白射根 白射根的疗势 另外一只是Calkaria Silica 是直 Coi 这种情人通常是软弱的 没有自信性 没有腰骨 这种型的人很敏陈 你能看到这种是直型的人 丐型、直型的人 可以考虑这个疗势 另外一只疗势很小 我都没有很多机会用过 有一个Serious Serpentinus 是先人鞭 是先人掌的一种 这个症状的人通常是很愤怒的 而且是很濫交的 在性方面比较濫交的 而且是敏陈得利 他们经常说粗口 你看看有没有遇到一种情况 人有浅现这种症状 这是先人鞭的症状 另外一只是Calmond Millard 在浪马羊金谷 羊金谷通常都是小朋友 通常是小朋友 通常是小朋友 发敏陈 你如何哄他 如何摸他 都没有办法 你要保持他 不定地摸他 拍他 很多时候 那种烦恼 就是因为身体不舒服 身体有种不适 尤其是搞肃痛 而这种烦恼不安 就导致面朱灯都红了 而且出热汗 这个就是Calmond Millard 敏陈得死 另外一个疗劲 Jassina Maratina 是驱虫子 驱虫子是山虫 所以简单来说 山虫下来 人就容易敏陈 好像里面的虫在撩他 因为这样 导致人很白敏陈 而且不想人触摸他 不想人触摸他 这个情况之下 你估计会不会山虫 那么敏陈 可能咬手指 咬到手指都没有了 这个有机会是蟲引起的 另外一只Colocynpha 是虎瓜 虎西瓜 羊虎西瓜 通常都是这样 通常是因为肚疼 搞肚疼消化肚问题 导致成根捞起 蹲下捞起 大力按住肚 然后样子就很烦恼 很烦恼 很烦恼 另外一只就是Cococytiva 是番红花 通常这种番红花的人 症状是变得很厉害的 人的性格是变得很厉害的 人家哭和喜欢唱歌 自己大笑 但是她可能在白闻诊做了些事情 很快就很后悔 她可能爆爆爆 骂到人死 然后她就很后悔 这个叫Cocytiva 通常我用的是一些女性流经血 是一种深色黑黑的精血 Cocytiva 但是在情绪上 她是很善变 变得很极端地变 很多时候发尖之后 发尖之后很后悔 另外一只 Ignitia Amara 是那个雷送斗 雷送斗通常是女性的情况 因为有些事情是情绪方面的创伤 令到她人很激愤 吵人不安 Ignitia 通常我们叫做 蜕斯底里的女性 由于情绪上的创伤之后 尝诱得着 另外一只 Nature Myriaticum 二面型的人 都是这样的 都是有些情绪受了创伤 她就强硬屈屈屈屈屈 来到不敢发作出来 但她背后有愤怒 也有惊恐 她随随随随随 但有惊惊青青的愤怒 接下来Nuxvomic 马前子 马前子也是 她那种很暴力性的性格 不可以接受No 人家有语她 不听她的话 她就觉得很大反应 所以基本上 人们很容易闻疹 很容易发怒 很容易闻疹 小小声音都受不了 这些人很多时候 有消化的问题 吃东西吃不到 吃得不舒服 有时便秘出来 又想磨也磨不到 这些很多时候 就是马前子 马前子 是怨戴的 很薄杀的人的性格 另外一只就是石油 Petrolium石油 我通常用在皮肤问题比较多 皮肤裂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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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亦是用在情绪方面 其中情绪很有趣 她有一种感觉 她快要死 依然不断 快快脆脆安排身后事 如果你遇到一个人 有这种情绪的表现 其实她没有死 但她会觉得自己死了 然后真正安排身后事 这个很有趣 当然还有是敏诊 对所有食物都是发敏诊 这个可能是石油的症状 接着是Cipi officiana 就是蜜鱼汁 蜜鱼汁通常用在女性 肝炎期间比较多 人是很敏诊 家人是常骂家人 骂小朋友 主要正常对家人的小朋友 或者老公 其实没有感觉 没有爱意 人是很敏诊 很多时候 这是我们认为和荷尔蒙的改变有关 另外一种是Cipi officiana 飞燕草 飞燕草的闽阵 都是屈住屈住 被人欺凌了 被人欺凌了之后 被人欺凌了之后 比较敏感 平时喜欢讨好人 但被人欺凌了之后 这是非燕草的处境 最后一种是Carentula hispanica 西班牙狼猪 毛猪猪 西班牙狼猪猪 也有一个症状 很不安 像猪猪猪一般都跳去 他很多人在情绪上 冲动性的情绪 是不受控制的 郎猪猪的程度 我們很多时候 数据一些 比较少数是 一个驚慧过度惑羊 ANYБ Doyle 但是其实 disciplinar Gö ska ziemlich拎摸 也是能听到音乐 这些小朋友平时就哭不紧张到死、恶到死 但一听到音乐就可以平静下来 这个我们会考虑会不会是一个西班牙狼猪 Tarantula这个疗剂 所以情绪方面 因为同学疗化的疗剂是可以影响精神情绪方面 很多时候我们都会留意 病人的情绪是帮助我们找一个适当的疗剂 谢谢盈医生 刚才介绍了很多疗剂 虽然我们一开始也说过 憤怒、怒、发敏针、发皮 基本上是人的七情六欲抒发出来的症状 好像没什么特别 但我们刚才介绍疗剂用的时候 他们的情况真的很严重 甚至是他们自己不受控制 当然也可能会去到一个伤及其他人 或者自身伤残的情况之下 可以用疗剂去帮他们 输解了这些情绪上的困结 而令到他们身体或其他的问题 都有一定的帮助解决 而同类疗剂在情绪上的疗剂 是非常非常显著和很快 即是当你配合得正确 就可以即时看到的反应效果 所以我们家中应该常备有些疗剂 以便不时之需 就可以达到一个及时治疗的情况 当然再严重一点的问题 应该要请教有经验的同类疗剂医生 帮我们好好处理整体问题上 多谢余医生今天和我们分享 如果各位有些急切性的问题 可以打以下这个电话 和余医生预约会诊 电话号码是2577-3798 如果想查询今天所说的疗剂 或者其他健康产品 可以联络我们陆创意健康店 电话号码是2882-4848 海外的听众也可以透过Skype 和余医生做一个网上的会诊 可以email到cs.naturalhealing.com.hk 想重吻我们的节目 可以上我们的网址 www.sourcewadio.com 又或者上YouTube搜寻自然疗法语力 就可以听回我们的节目 谢谢你,余医生,拜拜 谢谢大家收听,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下期再见